凉菜系列的制作更是了如指掌 咱们在自己家做的凉菜 就可以和市面上很多有名的凉菜 相比味道是一样的 很简单 把藕切片 五毫米厚就行了 海带根据您的喜好 既能切成酸 也能切成片或条 要先把两种凉拌菜做好 做香 首先就把底汤打好 而且底汤最关键的是 各种调料以及调味配 其实做好腊味凉菜很简单 关键做好底汤 下面就请宋师傅 把做底汤的密质调料 及配比交给我们 调料不算少 不过想做出正宗的味道 就得按着配方来 咱们先准备清水 量呢是一公斤 好 现在开始加调料 您记好咯 现在我可以先把做凉菜的底汤 花椒三克 大料五克 香叶五克 肉桂五克 小黑香两克 肉扣五克 炒扣五克 沙仁三克 凉姜三克 这些煮底汤的调料 一共是九种 没接下来也没关系 一会儿再给您回顾一下 为了做出来的口感好 下面还要给底汤调一下味 鸡丁十五克 糖十五克 筋盐 二十克 红薰粉 五克 红薰粉既能提色增加 又让凉菜别有风味 在调味品市场或超市就能买到 干辣椒段三十克 放好各种调味品就开始煮了 这个煮的火候实际也是有讲究的 大火熬开之后 改个小火 继续熬三十分钟 然后把那个六杂都捞出来 就可以下骨片或者海带了 三十分钟以后 调料的味道都煮在底汤里 就把调料都捞出来 料杂捞干净以后 就可以下骨片了 下骨片就改大火 煮的时间很关键 骨片下锅以后 大火烧开 煮一分钟就可以了 这样的口感清脆 一分钟后 出锅放凉就可以了 海带也是一样 做各种凉菜的方法 几乎都一样 但是海带为了让它入味 可以时间验谈成功 海带切得细一点 煮两分钟也就可以了 时间长了就会太辣了 像其他的原材料 也是同样的做法 想吃辣味更足的 就多煮一会 这两种凉菜 别怕它不入味 只有底汤配好 熬好 肯定多了 经典的辣味凉菜 你可以在家做 最后咱们把底汤的调料配比 再给您回顾一下 花椒三克 大料五克 香叶五克 肉桂五克 小黑香两克 肉扣五克 炒扣五克 沙仁三克 凉姜三克 红极粉五克 鸡丁十五克 糖十五克 金盐